次日 天色微萌之时 在此前居住的客栈之中 此时的婉婉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感受着身体之中 稍稍减弱了几分的痛感 婉婉脸上的凝重不减反增 婉婉本身所受的伤 甚至中的毒 算不了多严重 但有些时候 即便是一些小的风寒感冒 脱久了都会酝酿成一些重病 更别说婉婉此刻体内的伤势 和中的毒了 若非是随身背着的一些解毒 和疗伤的丹药 此时的婉婉也不可能撑到现在 加上昨夜为了炸走那施非萱 婉婉不得不拖着受伤的身体 强行和施非萱交手 这也就导致婉婉身上的伤势 再重了几分 而之前和施非萱动手时 再次引动了伤势和毒药 即便是以婉婉的修为 想要恢复的话 也免不了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行 想到这里 婉婉不禁心中表示了 对施非萱的真诚问候 不过一夜的真气运转 此时的婉婉身体之中的经脉 也已经达到了承受的上限 开始多出了一些酸痛 再继续的话 不但不能对伤势有半点好处 反而还会起反效果 若是经脉在受损 对于婉婉而言 才是更为麻烦的事情 想着 婉婉也只能服下一颗 阴魁派的疗伤丹药后 缓缓起身 不过 就在婉婉站起身来时 仿佛是发现了什么事的 快速地偏过头 下一秒 在这床头枕头的旁边 婉婉赫然是看见了几本书籍 我家娘子超胸 芳心纵火饭住 嗯 看着最上面这本书封面上的书名 以及旁边那熟悉的画本撰写人 婉婉心中轻衣一声 目光在这书上那芳心纵火饭 几个字扫过后 婉婉的目光 又放在了这画本的名字上 撇着这画本的名字 婉婉眉头轻挑 以前没看见过这名字 那挨千刀家伙的新画本 反正也不能修炼 看着此时这放置在床边的新画本 婉婉美眸一闪 直接将这画本给拿了起来 渐渐地 在这观看之间 和以往一样 这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那种顺畅的文字 以及里面时而穿插出来 让人觉得 眼眸一亮的绝美家具 还有这富有趣味的剧情快速地将 婉婉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扣扣扣 客观 本店有免费的早点 客观需要吗 然而 就在这时 店小二的声音忽然从门外响了起来 听到声音 原本正专注在画本之中的 婉婉皱了皱眉 然后拿着画本起身 走到门口 一边走一边 顺势瞅两眼 画本这玩意儿就这样 不喜欢看的时候 气之如必喜 遇见喜欢看的画本时 不将想看的内容看完 心里面始终不安生 觉都睡不着 而当婉婉走到门口将房门打开时 一眼便看见了门外的店小二 在这店小二的旁边 还放着一个下面带着可以滚动的木轮制作的推车 上面放着一些装了中面或是早点的中碗 只是在房门打开的瞬间 原本站在门口的店小二第一时间低头开口道 客观 需要早点吗 本店的早点免费的 目光在这推车上的东西看了一眼后 弯弯轻轻 嗯 泪一声 听到这清脆悦耳的声音 店小二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 而当看到抬头看着面前身着白裙 面容绝美且双眼灵动的 婉婉时 这店小二瞬间就是呆在了原地 有些傻傻愣愣地盯着面前的 婉婉 心跳不自觉地加快 面对店小二此刻的呆滞 弯弯却是习以为常 目光在这推车上的食物扫了一眼后 弯弯眼中差一致色稍显 大明国这边的客栈还有这项服务 声音入耳 店小二也回过神来了 低下头回应道 回 回 客人 这是本店的特色 据 据说是当初客栈生意萧条 掌柜花钱给一位姓楚的公子 碾单了三个月才换来的这个方法 可能是因为太过紧张 店小二说话的时候 一开始还带着几分磕磕巴巴 对于这样的小事 弯弯本身也不多在意 在抬手指了推车上一些食物后 店小二便将碗碗点的食物分别装起来 拿一个木质的托盘小心地端到了房间里面 等店小二离开临近出门时 目光还忍不住在碗碗那绝美的玉绒上多丑了一眼 临近关门时 店小二贴心道 客观吃完后 不想被打扰的话 可以直接将碗筷放在门口那凳子上 有人会来收走 不愿意自己动手收拾也可以随便放着 半个时辰厚小的会进来打扫屋子 服务还挺细致 弯弯有些诧异地嘀咕了一句 在晚晚这边点头应下了以后 店小二方才小心地关上门 只是接下来 店小二的脑中怎么都忘不了 弯弯那美到让人痴迷的绝美面容 房间内 此时坐在桌前的 晚晚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 然后再以蒸汽分别引动了几滴落于桌上的这些食物上面 江湖之中经验老到一些的舞者 都知道所谓的银针是毒 只能够针对部分毒药而已 遇上一些和银没有反应的毒药 银针刺下去是什么颜色 拔出来也是什么颜色 只不过除了银针是毒外 又没有其他什么便捷 或是方便的方法 而作为魔门的妖女 弯弯是毒的方法 也要比寻常江湖舞者高得多 这单瓶之中装着的药液 是属于鹰魁派中特殊研制 辨认毒药的种类远比银针要多出不少 几夕后 确定滴入桌上这些食物的药物 并未出现其他色泽上的变化后 弯弯这才放心的 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看着画本 待到吃完东西之后 弯弯已经是斜躺在一旁的 床上 白皙的赤足轻轻的晃动间 房间中那轻盈的铃铛声 时而回荡 下午 晨曦 院子之中 不同于往日 在买完菜回来后 去飞烟三女 便按照各自的习惯修炼 此时此刻 在将东西放回到厨房里面后 三女均是在院中站成一排 左手握着剑鞘 右手握着剑饼 不断地出剑以及回鞘 每当长剑回鞘之后 三女皆会莫属一声 在这阳光微暖之间 院中这长剑回鞘 和出鞘间擦过剑鞘时的铁器 摩擦声不绝于耳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三女这拔剑回剑的速度 随着手臂和手腕的酸胀 渐渐地开始减慢 到了现在 三女皆是有种 右臂如同灌了铅水的感觉 每次抬动都显得尤为的困难 水母阴姬 则是立于院中 一颗植株上面 向阳光复首敬礼 就连此时的楚清禾 都是双手各自拿着一块木雕 蒸汽注入木雕之中时 在这木雕之中的寂灭 建议不断地被楚清禾 引入到身体之中 而在通过身体之中 属于木雕里面的寂灭建议 徐徐加强自身 对于建议的感悟层次时 一缕缕冰冷的沙翼 也开始从楚清禾的身体之中滋生 并且浓郁了起来 在这沙翼的影响之下 院中修炼的屈飞燕吉女 都是有种心中毛毛的感觉 一直到四十末 楚清禾才是掐断了 继续从木雕里面 引动寂灭建议到自己体内 而在楚清禾身上的沙翼收敛 恢复了以往 那懒散温和感觉时 在屈飞燕三里的视线之中 原本还立在植株之上 地幕修炼的水母音机 几乎是第一时间 闪身至楚清禾身旁 然后将倒好的茶水 以傲雪建议降温之后 递到了楚清禾的面前 等楚清禾接过茶杯之后 转而一脸温柔和甜美地 看着楚清禾 见此 去飞燕一脸的麻木道 也不知道公子给司徒姐姐 灌了什么迷魂药 到了现在 司徒姐姐都这么宠着公子 小赵微笑道 不只是司徒姐姐 东方姐姐和月姐姐 在公子面前 不都是这样吗 在两女说话时 一旁的临时音呼气喘吁吁道 你们还是少说点吧 现在还差了五百多次 再不快点 一会儿做饭都来不及了 这话一出 去飞燕只能心中暗叹一声 转而加快此时 出见和回翘的动作 石桌旁 将一旁三女娜 嘀咕的声音收入耳中 楚清禾心中轻哼一声 要说迷魂汤 楚清禾也的确是为了 但自己每天晚上 都喂迷魂汤容易吗 很累的好吧 白天的时候 被水母音机照顾着怎么了 旁边 目光再瞥了一眼三女后 水母音机看着楚清禾询问道 单单只是拔剑和回翘 练出来有用吗 为何不找一门 剑法让他们练 没必要 旁边拿着茶杯 喝着的楚清禾声音懒散说道 见水母音机不解 楚清禾开口道 现在要做的是增加他们对于武学的感悟 本身就是要悟 几女在剑道方面 本身就是七窍通了六窍 一窍不通 可以说就如同一张白纸一样 凭借着几女各自掌握的剑意 只需要不断地加深对于用剑的感悟 在结合对战之中自己对于出剑硬敌时的了解 自然就能够逐渐地剑道入门 现在若是给吉女定死了招式 反而相当于给吉女加了一个框架 到了后面 吉女后面的修炼还是会局限于招式 反而对吉女的帮助不大 因此 对于去飞烟吉女而言 接下来只需要学习一些最简单的招式 然后再通过每天相互的切磋 融合自己现在掌握的武学领悟 明白了楚清和给吉女这样定要求的缘由后 水母音机面带恍然 说着 水母音机拖着下巴道 不过飞烟和小赵遇见武学账了 但是因不久前返程回来的途中 才突破到先天境初期 没想到也同样遇见这武学账了 楚清和懒散道 修为提升得太快便会如此 不同于去飞烟和小赵刚刚来的时候 楚清和手中的好东西不算多 等林诗音到楚清和家里来的时候 经过半年的积累 楚清和手中提升修炼进度 甚至提升修为的灵药都是有了一些 相比起小赵和去飞烟两女 提升到先天境时 花费的时间还要快得多 心境和实力匹配不上 武学账遇见的自然就更快 这边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 水母音机轻叹一声道 都在一个院子里面 结果清和你发现了飞烟 他们遇见武学账了 我却没察觉 还是以前对他们的关心太少了 随后 水母音机像是想到什么事的说道 为了弥补这一点 要不以后上午也让他们拔剑和回剑三千次 然后我在旁边监督 争取让他们早点打破这武学账 哐当 而当这话出口 旁边就传来了一道异响 快速地偏过头看去 却是曲飞烟原本刚刚拔出的长剑 跌落在了地上 在水母音机视线放在曲飞烟的时候 正好对上曲飞烟那惊恶的视线 就连旁边的林诗音和小招 此时也同样神情呆滞 而愕然地看着水母音机 显然想不明白 这样冰冷的话 是如何从水母音机这样甜美的人嘴中说出来的 几夕后 之前还在一旁修炼的曲飞烟三女 相互对视了一眼后 皆是运转真气 向着水母音机这边 闪身扑来 见此水母音机含笑间也是身形轻闪 还抓不到 小招姐姐你赌右边 是音姐姐赌左边 嗨呀 好气呀 明明刚刚这院子里面 回荡的还是这件声划过剑翘的惊气声 但下一秒 却是转变成了几女这追逐打闹的声响 看着四女这样 楚清和心中一是玩耳一笑 转而撑着下巴看了起来 时不时的还会提醒一两声 生活嘛 本就是打打闹闹 才显得热闹一些 然而 楚清和此时这院子里面欢笑声不断 可在这雨水承中的另外一个房间之中 有的人心情可就不那么美妙了 将最后全书完三个字收入眼中时 此时的弯弯左手气得发抖 右手也是气得发抖 在这气抖冷的情况下 弯弯整个人都是咬牙切齿的 死了 这挨牵刀的混蛋又将人都写死了 低吼间 一道真气忍不住从弯弯的手中掠出 然后将手中这画本角的粉碎 可将画本毁了之后 弯弯心里面于怒未消 顺手抓起床上的被子乱砸在床上 发出砰砰砰的闷声 一直到房间里面都是飞絮飘荡时 此时的弯弯才是闷闷不乐地坐在床上 片刻后 缓和了少许的弯弯心中再一次冒出了 以前每次看完这方心纵火饭所写画本后的念头 别让我找到你 不然的话 一定要将你吊起来每天抽几鞭子 心中狠狠地骂了几声后 弯弯才是重新测过身 将床上另外几本画本拿了起来 虽说晚晚心中也气得不行 可他又能怎么办 毕竟写这画本的方心纵火饭 虽然次次写的画本都不当人 但偏偏写的画本的确好看 读者和作者的微妙之处便是这样 心中骂你千百遍 看书之时如初恋 爱和恨 总是交之缠绵 霸道教主小娇妻 看过了 公主大人再爱我一次 这本也看过恩 就刚刚那一本是没看过的吗 不过 再翻看了一下枕头旁边 剩下那几本画本发现 都是自己之前看过的后 弯弯不禁眉头紧皱 原因很简单 这些画本竟然都是 晚晚之前看过的 扣扣扣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却是响了起来 紧接着 那店小二的声音 亦是随之响起 客观 客观 没什么事情吧 显然 方才 晚晚那发火的动静太大 将这店小二引了过来 听到门外传来的声音 弯弯张开嘴顺势便回应道 没事 可这话刚刚出口 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晚晚心中轻易一声 然后快速地挪闪 到了门口打开门 看到忽然打开门的 晚晚 店小二先是冷了一下 但立刻地下头招呼道 客观 目光放在店小二的身上 晚晚 将手中那几本画本 放在店小二的面前后 开口询问道 小二 你这客栈里面 为何会放这些画本 面对 晚晚所问 店小二瞥了一眼 晚晚手中那几本画本 后开口道 回客观的话 不只是本店 这与水城中 其他的几家客栈里面 房间中 都是有着这方心纵火饭写的画本 说是拿来可以供客人住店的时候 消遣打发时间 晚晚询问道 那这人有什么新写的画本吗 文言 店小二开口道 小的不知 但客人想要知道的话 小的可以去那唐济书屋问一下 弯弯皱眉道 唐济书屋 店小二回应道 不错 这与水城中 这位方心纵火饭撰写的书 好像都是 从那唐济书屋里面贩卖的 嗯 这话一出 晚晚挑了挑眉后问道 这个人写的书 都是唐济书屋贩卖的 店小二点头道 不错 而且听其他上队的客人说 好像这方心纵火饭 每次出新画本的时候 这唐济书屋 要比其他地方更早的贩卖 哦 将店小二这话收入耳中 晚晚脸上的兴趣之色更浓了 集息后 晚晚抬起袖口 然后丢出一块碎金子 给这店小二 随后脸上含笑道 劳烦小二哥告知一下 这唐济书屋所在的位置 结果 晚晚丢过来的这一块碎金子 店小二眼睛一亮 连忙将唐济书屋的位置 告知了晚晚 片刻后 在这店小二离开之后 晚晚低下头 看向自己手中的画本之后 拿起屋内那麻衣 长袍披在身上后 便从这窗外掠出 听 helps 大觅 无可能 相讨